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正向心理的威力 那延续上周的这个主题呢 我们持续的要来讨论上周的作业 以及这一周我们大家关注的 在这个议题上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主题 那我们今天简单的会先提示大家一些重点 那我希望说各位同学可以乘续的方式 再继续连续上周的探索 不管是三件好事 或者是我们这一周带给大家的一些反思 有一些的主题 那首先我想先问问大家 在这一周以来 已经有累积21件好事的同学 麻烦举手 不晓得这个线上的功能 有没有举手的功能 那我们用这个U简报的预录方式 或许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同学的反应 不过等一下呢 我想分组之后 也期待大家可以互相的再来分享这些好事 同时周以来让同学在这个严峻的疫情底下呢 反思了这个所谓感谢性的一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是加分的 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写 不过我看到一些有写的同学 更能够去体认到所谓感恩的一个力量 那感恩我不晓得大家在经过这样的练习之后 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过程是让自己更感受到 对别人是一种帮助 甚至是原谅别人的一个历程 或者是让自己也觉得更有价值的一个展现呢 那我看到不少同学 感谢的对象可能是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周遭的亲朋好友同学等等 鼓励大家呢 除了纸笔当中展现你们的感谢 当然后续更好的是 你能够真的找到这个人 然后把这个信读给他听 或者是寄给他 那其实效果比较好的方式呢 应该是亲自的去拜访他 然后读信给他听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是或许对我们跟对对方 都有更大的一个正向情绪的一个产生 那分享一下这一周 老师看到你们分享信的内容 我所看到的包括像是有同学 感谢父母 大家看到在同影片这边提到 感谢父母在成长的路途中 始终不干涉我的决定 尽管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认为你们很好地灌输了我一个价值观 那就是做你想做的 并且为他们负责 那同时感谢父母愿意牺牲 甚至认为父母现在年纪很大 还是一直担心自己 感谢父母的关心 那这一些的感激之情 可能平常都很少在父母的面前展现 可是同学心中的感动呢 绝对在父母每一次的关心之后浮现 那同时同学也反思到父母的这个关心呢 让他意识到作为一个孩子是多么的幸福 看了这个同学的感谢信呢 老师非常感动 那当然也开始去思考 就是同学在反思的过程中 一定也对于父母此时此刻 他们的一些付出 是心有所感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同时右边这个同学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他感谢的对象是他的同学 那他在最后一段反思到 修了这门课听到很多自杀案例 有些事是找不到抒发的出口 而决定结束生命和痛苦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一个刻意倾诉的对象 在产生极度负面的念头 可以立即得到缓解 所以我很感谢有你 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也一直认为朋友种植不重量 比起限动 环绕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 遇到困难身边出现的那个朋友 才是值得花时间经营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也是反映出 现在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自己所需要 以及对自己比较正向的一种关系 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去表达的一种感谢 那因此呢我想这一周 有同学虽然没有缴交这个信 但是我想感谢信的练习 它是一个能够产生各位同学在 所谓正向思考或者 我们讲的跟三件好事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让大家产生一些正向的情绪 那不是沉浸在这种负面的影响之下 所以还是鼓励没有写感谢信的同学 可以试着找一个时间 它可能只是半小时一小时的时间 那特别在现在疫情底下呢 大家可能在家里的时间相对多了 那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试着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甚至可以直接表达给你所感谢的对象 同时想一想这个活动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那所以这一周我们还是持续强调 这个所谓正向情绪呢 对个人可能有的帮助 除了透过三件好事 感谢信 那当然我们的心情温度计的反思 也请同学要持续的养成习惯 那透过这样的反思 我想会达到的目的呢 大概至少有下面的四个 这边投影片里面告诉我们 正向的情绪 它其实是可以增加你的resilience emotional resilience 那这个字是指情绪上的韧性 意思是说当同学持续花时间 在营造你的这些正向情绪 那么你的情绪的弹性会比较大 你不会一直让自己是限缩在某一个情绪当中 而是正向到负向 你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延展性 也比较有韧性 那拓展注意力跟思考力呢 也是正向情绪它可以带来的 所以同学会发现说 可能当你把自己的思考方式 从负向转为正向 你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些专注力 可能会更好 同时这个注意力也会更好 负向的一些情绪 或者是说这边第四项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身心的动能 他今天提到的我想是因为正向情绪 它可能带来的一些 个人的一个希望感 放松的感觉可能是更好的 所以在生理心理的一个健康感受 或者是我们讲全人健康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是更被强化的 所以呢 这个英文用feel来形容 我想各位在现在疫情底下 也可以去尝试着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透过这个正向情绪 来有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目标 然后可以燃起你的一些生活的动力 好那 所以谈到这个resilience 我想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就是 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特质 只是当它在逆境当中 它是可以展现的比较明显 那特别是个人面临重大的威胁 不管是在你的人类发展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你生活的过程当中 遇到困难 好那特别是重大的一些威胁 可以让人有这样的一个 韧性的展现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投影片里面它有一个橡皮筋 韧性就像一个 想象你自己就像一个橡皮筋 虽然我们在逆境之下呢 它可能是被拉到最紧的程度 好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试着让自己慢慢再回复到原型 原来的你是什么样子 透过你自己的这个心理的 我们刚刚讲到正向情绪的一个培养 好然后可以 掌握你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韧性 才能够再回复到原本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个希望感 或者是目标性 那它可以带给人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比较有力量可以度过 所谓的痛苦或者是低潮的时刻 最主要就是提醒大家 韧性的一个产生呢 它就像一个人他是有弹力的 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我们往往是在跟别人互动的过程中 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心智的磨练 那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反思 那从这些反思当中我们去 恢复到我们应有的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那同时这一周我想 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 所谓的自我控制 所谓正向心理的一个机制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在疫情底下呢 因为大家都居家上课或者是开会 那有很多的机会 我想也需要去练习自己的一些 正向情绪的控制 或者是生活的一些目标的一个设定 所以在下面这个目标设定呢 我想是大家可以在 每天设定好自己每日的目标 然后可以让自己产生一些正向的结果 简单的提醒这些的重点 那最后呢我想要让同学 除了讨论这一周的一个主题之外呢 那因为接下来的大概有三周 一路到我们最后一周为电影的部分 我们都会用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那由于这一波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为电影的拍摄呢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因此老师也把这个期末的呈现的方式呢 把它改为各组的简报 今天助教也会跟四组的同学来进行安排 那基本上它的一些规范 我会用公告的方式再寄给大家 希望大家是选定我们这一个课程总共12个主题 还有就是我们有关的一些周边课程 像是病友分享或者是电影等等 这些相关的主题大家都可以去选定一个比较 你们小组想要去探索的 想要去查询的一些实证的基础 那从这个实证基础或者是从同学问的问题当中 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探索 跟你们的一个结论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期末报告 把它改变成一个是以各组 尤其是小组报告的方式 一组的人数大概是五个人左右 那细节我想交给助教再来跟大家来做安排 那以上我的说明 那祝各位今天报告顺利 请不见aan找人 您稍候 您稍候 您 about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